520这两天有两件大事发生 一个是咱们非常关注的赖却德大放厥词 另一个是伊朗那边直升机团灭 那对于这两个事 阿玛丽卡是怎么表态的呢 首先咱们先说赖却德这边 他就职演说之后 大陆这边从国台办再到王毅 再到东部战区都已经出来怼了好几遍了 大陆这边给赖却德的定性非常的明确 赤裸裸的台独自白 公然的宣扬两国论 鼓吹互无隶属 还一方面攻击大陆 一面迎合外部势力 上期视频咱们说过赖却德敢这么干 背后一定有美国人点头同意 毕竟5月份中国领导人又是访问欧洲 又是普京访华 每一件事都让老美破了大方 所以能看出老美借着赖却德之口 让大陆生气 这点就非常的哥布林肯 特别喜欢耍些没有意义的脾气 5月20号当天 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声明 声明中直接以总统来称呼赖却德 当时就引发了高度的关注 其实从2016年到2024年 美国国务院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三次就职 美国祝贺用词的规格是逐步升级的 2016年蔡马桶就任 AIT用协会的名义表示祝贺 但是新闻稿用的是总统称呼 2020年蔡马桶连任 AIT进一步用美国国务卿的名义和规格来发表声明 到了2024年赖却德上台 哥布林肯用美国国务卿的身份在官网发声明 三次使用总统这个称呼 美国政府以正式的姿态表达对台独领导人的祝贺 这就体现了美国官方一直采取两面手法 一边说不支持台独 另一边对台独发出明确的政治信息 严重偏离美国所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 不过这也不奇怪了 现在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破产的国家 因为政府高官说的话 没有一个是算数的 现在美国早就把一中原则给玩坏了 大陆不是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吗 那美国玩的就是台湾不是中国搞一中一台 美国国务院对于赖缺德上台的声明 说是欢迎赖缺德提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 然后马上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不支持台湾独立 反对改变现状 本来以前是表面上说一套背地里盖一套 然后还试图解构给你偷梁换柱 但是这次赖缺德的发言已经是完全赤裸裸了 对于赖缺德强调多次互不利数 美国国务院没有表达任何的美方立场 而是让记者去问台湾当局 整个看来我都能感受到布林肯得逞之后 自以为是的微笑了 虽然事干不好 但是还干不坏吗 赖缺德这边表态之后 大陆这边从央视到国台办再到东部战区都跳出来了 央视还在几年前台湾当归的文宣进一步做到了 从当归到统一并且强调台独是死路一条 很明显被赖缺德的台独表态给整破房了 我觉得这事特别好 这进一步的强化了我去年的判断 赖缺德上台民进党继续执政 才是推动两岸统一的最大力量 我知道绝大多数网友对大陆方面对台工作是颇为不满 所以这样的情况就需要赖缺德这种人 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接在伤口撒盐就看大陆你怎么办 顺便打爆绥靖派的脸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赖缺德将是台湾的溥仪 他能坐满四年都相当不容易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了 第二件事就伊朗那边摔直升机的事了 其实除了这件事 类似相关的事件这个月已经发生好多次了 而且被下黑手的国家几乎都是跟中国关系不错的国家 而这些事很多都会下意识认为就跟老美有关系 而美国媒体几乎第一时间跳出来强调这事不是我干的 同时强调这事也不是游子干的 伊朗方面虽然说是技术故障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在当下的国际局势 即使真的是所谓的单纯的技术故障 也依然会有很多人把这笔账寄到老美跟游子的头上去 不过老美怎么说都没有用 因为他们的动机实在是太充足了 这两个事 台湾这边是几乎告诉世人 就是我挑唆的 而伊朗这边又极力的通过媒体放话说 不是我干的 从这就能看出来 美国把最大的力量都用在中国这边了 用台湾来挑动大陆 甚至要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是美国战略的主线任务 但是这活实在是太粗糙了 因为这事的结果很可能会复制2019年香港 逼迫大陆彻底的解决问题 不过这方面显然白宫没有具体的长远规划 他们只知道不能让这事发生 至于如何阻止他们还想不到 毕竟台湾岛就这么小 又贴近大陆 而伊朗这边美国的战略又是摇摆不定的 奥巴马想拉拢伊朗 或者用颜色革命换一个亲美的傀儡 后来川普上来直接就硬干 极限施压 搞得伊朗再也没有回宣的余地 只能把反美进行到底了 最后老美也没办法了 只能搞下三滥了 其实不管是伊朗还是台湾 美国的战略核心都是遏制中国 伊朗是一带一路中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也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核心国家 而台湾除了传统的民族感情以外 还有着突破美国岛链封锁的意义 这两件事都必须得让老美感到疼才行 而我们比较幸运的是 遇上美国史上最烂的总统跟最烂的国务卿 他们除了能恶心的两下以外 没有任何其他作用了 就这他们还自我感觉良好呢 哥布林肯甚至还有心情在酒吧演出秀自己的谈吉他呢 不管老美承认不承认 美国领导班子越来越烂 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就这样的美国鼓励台湾跳的越来越欢 那对于台湾来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最近这两天1450都高潮连连了 他们想没想过更长远的问题 而美国也是一样 山姆劳矣尚能犯否 以前中国媒体经常用一个字 斗耳不破来形容中美之间的新冷战 其实真的是对现在情况了解不够深 很多领域早就撕破脸了 这不就在刚刚 中国方面对于美国军工企业 以及这些企业的高管采取了反制措施 其中包括落马负责导弹火控的公司 以及航空公司 另外还有标枪 雷神 通用动力 一共12家企业 另外还有20名相关企业的高管 这就是打得有来有回了 该对等制裁就制裁 该拉清单就拉清单 对待老美登鼻子上脸 绝对他不能惯着 11月份不管美国谁上来 美国的领导班的实力还会进一步的下降 到时候咱就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 感谢各位说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